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赵亚铭 记忆给大家播讲 盖尔泰宝 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 纳粹德国给欧洲 以及北非各国人民 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被德国纳粹有计划的 血腥屠杀的和平居民 达到了2500万人以上 其中仅仅集中营 和灭绝营的死难者 就达到了1200万人 这其中包括犹太人 580多万 波兰人250多万 吉普赛人52万 以及10万多名 难以治愈的德国精神病人 苏军的战俘呢 有173万人被虚拟杀害 经过大屠杀之后 欧洲犹太人锐减了三分之二 其中西欧的犹太居民 被杀害了40%以上 东欧的犹太居民 则被杀害了将近90% 1938年 也就是二四大战爆发之前的一年 欧洲人口总数是39,060万人 那么战争结束之后 也就是1945年 欧洲人口的总数是38,090万人 如果没有战争 根据以往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六年期间 欧洲总人口本来应该净增 1200万人 但实际上是净减少了1000万人 再加上苏联损失的2800万人 欧洲总人口损失了4600万人以上 这是欧洲历史上一场空前的灾难 那么当时德国的8000多万居民中 尽管绝大多数公众对纳粹的暴行 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但他们并不是主要的责任承担者 应当对战争罪行负责的 应该主要是纳粹分子 那么纳粹党徒占德国总人口11% 也就是800多万名纳粹党员 和附属组织的成员 其中也包括上百万名的党委军和盖尔泰保 另外还有数万名 涉嫌直接屠杀和平居民的国防军的官兵 当然在这些人中应该对二次大战 负有主要责任的还是其中的决策者 骨干分子和积极的参与者 也就是二战之后被审判的那些战争罪犯 德国纳粹在欧洲肆虐了12年以上 纳粹的党徒和打手为数之多 也高达德国全国居民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 所以纳粹战犯的规模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多 对纳粹战犯通过公开审判加以惩判的思路 是反反西斯盟国经过多年的探讨和协商之后 逐步产生的 二次大战爆发之前 纳粹当局对犹太人战俘的大屠杀尚未开始 对于残疾人和精神兵患者的谋杀 处于极度的秘密状态 所以也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从大战爆发到入侵苏联 由于各国都忙于战事 一时之间也不可能发现纳粹德国的大量战争罪行 只是到了1941年下半年开始 纳粹在苏联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战争罪行 这才逐渐的暴露在世界面前 1942年 纳粹当局推行灭绝犹太人的最后解决计划 有抵抗运动人士通过瑞士传送到了盟国的手里 这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无比愤慨和高度重视 那么审判和惩办纳粹战犯的思路也由此逐步形成 这才被提上了盟国的议事日常 1941年12月4日 苏联政府以斯大林的名义发表了宣言 宣布在战争结束之后 将对希特勒等战犯进行公正的审判 同年迁到伦敦办公的 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波兰、吉克斯洛伐克 和南斯拉夫八国的流亡政府 成立了专门研究承办战犯的联络会议 1932年1月3日 这个联络会议发表了圣詹姆斯宣言 确定了通过司法程序来承办纳粹战犯 1943年10月 这个会议初步提出了纳粹战犯名单 1943年10月27日 美国、英国、法国、中国等十七国政府 成立了联合承办轴行国战犯委员会 以英国内阁处置战犯委员会主席 维斯康特·西蒙大法官作为主席 1943年10月30日 美英苏三国的外长莫斯科会议闭幕的时候 通过了《关于希特勒分子及其战争罪行责任问题》的宣言 这个宣言由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署名 宣布二战结束之后将追究和惩办纳粹德国的种种暴行 宣言的主要内容包括 盟国已查获纳粹德国军队和党委军 在许多国家所犯下的暴行、屠杀以及执行集体死刑的罪证 为此苏美英三国代表32个盟国的利益 严正宣告 凡曾经负责或同意参加上述暴行的德军官兵和纳粹党徒 将被押回到他们所犯罪行的国家进行审判和称处 必定要追赶他们到天涯海角 将他们交给控诉他们的人 让正义得以伸张 对于守恶元凶 他们所犯的罪行并不限于特殊地域 他们将按照盟国政府的共同决定加以惩处 这个宣言就成为了战后司法追究和惩治纳粹战犯的原则基础 在三国首脑所进行的开罗、德黑兰、雅尔塔、波斯坦 这一系列会议中 都讨论了有关惩办纳粹战犯的话题 就确认战犯规模和追捕审判战犯 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德克兰会议上 丘吉尔就正式提出了惩罚主要战犯的建议 他要求拟定一份 包括希特勒、莫索里尼在内的战争罪犯的名单 这个名单应该涵盖盟国32个成员国 根据国际法庄严公布的50到100名战犯 并且通过一个由法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 来加以审查和确认 无论哪一个成员国处决该名单上的战犯 都不会受到其他成员国的任何责难和处罚 丘吉尔还进一步提出建议 该名单上的任何一个人 只要落入盟国军队或者是地方武装力量的手中 当地最高军官或者与少将相当的官员 有权立刻召集调查委员会 确定被告的犯罪材料 一旦证据确凿 该官员可以在六个小时之内将战犯处决 无需征得上一级官员的意见 那么在经过一系列会议的讨论和磋商之后 1945年8月8日 美英法苏四国 缔结了关于控诉和惩办 欧洲仇心国主要战犯的伦敦协定 这个协定中就提到了要建立国际军事法庭 那么到了1945年12月22日 又有澳大利亚捷克比利时等19个国家 加入了这个协定 之后四大盟国又确定 由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四个国家 各自派出两名法官组成审判团 这就为后来顺利进行纽伦堡审判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很快就成立了 同时经过细致的调查工作 在1945年5月 已经初步确立了 多达10万多人的纳粹战犯名单 在战后经过进一步的核查 这份名单上的一小部分人 因为缺乏足够的起诉证据 而被撤销了战犯的身份 比如说曾经在奥斯威辛集中营 任职的党卫军医生威廉明希 就被撤销了战犯的身份 关于纳粹战犯的确切数字到底有多少 知道今天也没有一个口径一致的答案 那么享有国际权威的追击纳粹战犯的民间组织 设在美国洛杉矶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认为 三类战犯的总数合计是15万人左右 其中至少包括近2万名党卫军的官兵 这2万人中就包括上万名集中营的男女看守 其中就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党卫军男女官兵 就达到了3342人 另外还包括7万名盖尔泰保和保安警察 值得一提的是 在纳粹战犯总数里 女性至少占到了十分之一 她们主要是为数达到6000多人的 集中营和灭绝营的党卫军女看守 数以千计的女性专职党团骨干 总数为近千人的参与杀害略等种族和战俘的 党卫军女医生女护士女药剂师等等 数百名从事种族卫生无痛死亡 与活人试验的女科学家女教授 女学者 另外还有在党卫军特别行动队中的几十名女性 那么在甲级战犯中只有两位女性 曾经影响纳粹党中后期 不少重要决策的宣传部长戈佩尔的妻子 希特勒的密友马格达戈佩尔 还有就是纳粹妇女组织全国领袖汉纳莱奇 那么被起诉的纳粹战犯数量是如此的庞大 所以取证的工作是非常艰巨和复杂的 再加上党卫军和盖尔泰保在末日来临之前 拼命的杀害证人 千方百计的销毁罪证 因此取证的工作难上加难 纽伦堡审判的准备工作 曾经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 陷于果足不前的困境 但是经过盟国的调查人员 各国的抵抗组织 集中营的幸存囚犯 和广大的战中受害者 国际反法西斯人士的通力合作 查证的工作很快就又出现了突破 取得了进展 早来1943年下半年 秀卷敏锐的马林鲍曼和希姆莱 就觉得大事不妙 他们已经开始布置属下销毁罪证 为此至少有一个名叫101特别行动队的 专门性的组织奉命组建 他的领导者是党卫军少校保罗·布罗贝尔 他们的任务不是杀人 而是把1941年到1943年春 被四个特别行动队杀害的上百万犹太人 和平民的遗体挖掘出来 然后彻底的焚毁掉 随着苏军胜利前进的步伐日渐加快 这个101特别行动队也拼命加速他们工作的步伐 他们甚至还雇佣了一批自认为是靠得住的乌克兰人 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帮忙 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人中的一部分 后来成为了在审判纳粹战犯法庭上 指控他们的证人 到头来呢 101特别行动队并没有能够完全的完成任务 只干完了总量的三分之一 但这已经给取证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比如说纳粹分子就焚毁了巴比亚尔惨案中 大部分受难者的遗体 以至于起诉书的提出受到了延误 但是由于当初纳粹分子特别是党卫队 到处杀人行凶 他们犯下罪行的地点 很难尽数销毁 结果呢就被苏联的执法部门发现了大量的罪证 在乌克兰的罗夫诺地区 挖掘出了2000多个大坑 每个坑里都掩埋着尸体成百上千 在拉托维亚首都里家的郊区 比克尼克和伦布里这两座森林里 发现了填满死尸的特深大坑几十个 总面积2800多平方米 挖出的被害者遗体近十万具 到了1944年下半年 已经知道大势已去的这些纳粹凶手们 开始全面的销毁罪证 这次呢工作的重点是各个集中营 灭绝营 鉴于之前 马埃达泰克集中营 在匆忙撤离中 一录掉了大量的档案文件 被苏联红军所缴获 所以呢负责管理集中营事务的 党外队经济管理总局 一再对奥斯维辛等集中营下达命令 要求他们尽早行动 全面考虑认真彻底的毁掉一切人证和物证 1944年8月呢 奥斯维辛集中营当局就把一批设备和档案 转移到了远离战场的格罗斯罗森集中营 1945年新年一过 奥斯维辛销毁罪证的工作也进入高潮 政治部管理处医院医学实验室 焚尸厂的所有文件 档案名单登记表卡片 通通的复制依据 杀害近千人的两个恶魔医生 克劳贝格和舒曼 连同未经启用的人工受精的设备 都被早早的秘密转移到了 拉芬斯部旅客集中营 对于在各个部门协助工作的女球 借口打防疫针 将他们统统堵死 对于最掌握纳粹分子杀人底细的 焚尸厂的工作人员 大部分都被戒掉到 毛德豪森集中营帮忙 其实是把他们送到那里被杀害 还有一部分呢 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撤退的时候 遭到枪杀的 1945年1月下旬头几天 戒掉来的党卫队 公兵部队参与下 比克脑焚尸厂的四座焚尸炉 相继被炸毁 此后呢 集中营的大小官员和男女看守 才撤离了集中营 几天之后 党卫队的一个小吨队 再次返回奥斯维辛集中营 又杀害了一大批 知情比较多的男女囚犯 1月27日 当苏联红军冲进奥斯维辛集中营 及比克脑布纳这两个分营的时候 他们得到了罪证 只剩下仓库中部分从囚犯那里 掠夺来的一批衣物 焚尸坑里的人油 以及7600名 奄奄一息的重命囚犯 由于集中营的档案材料 荡然无存 就连在奥斯维辛集中营 遇害的囚犯人数 盟国的调查人员都难以确定 仅仅是根据纳粹分子撤退时 没有来得及销毁的长发 专家们断定这些头发至少取自14万名受害妇女 纽伦白审判的时候 法庭使用的是苏联方面提供的数字400万 50年代初期 以司法界权威达威多夫斯基教授为首的 波兰国家调查纳粹罪行委员会 他们确定的数字呢 则是550万 这个数字在后来是不断变化的 因为大部分档案被焚毁 所以呢对奥斯维辛集中营 各个纳粹战犯的身份确认 主要是依靠集中营内 幸存囚犯所提供的信息和犯罪事实 至于德国还有奥地利境内的各个集中营 像达豪 贝尔森 拉芬斯布旅克 佛罗森堡 毛的豪森 布赫马尔德等等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由英美盟军解放 或者是通过囚犯的暴动自行解放的 那么纳粹战犯几乎是细数就勤 档案文件也大部分被缴获 解放集中营时最为顺利的是贝尔森集中营 司令官克拉麦和他的情妇 也就是副长官格雷泽当时正在饮酒作乐 结果呢美军部队突然杀倒 结果他们还来不及反应 就被戴上了手铐 其他集中营的工作人员 男女看守几乎无一漏网 当被解放的集中营 他们的档案文献没有多少被破坏的话 那么对于这些集中营的纳粹战犯 定罪是比较容易的 那么给纳粹战犯定罪证据的另外一个主要的来源 就是盟国的军事情报机关 被占领各国的抵抗运动组织 甚至是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 灭绝营中的许多囚犯 他们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 感谢您的ыв